江夜中有几个人能够屠杀黄金巨龙与黄金神将 江夜中夫子有一个被人尖尖乐道的名场面 那就是他曾在荒原之上一见财天 一见诸神 一见屠龙 斩灭了浩天在荒原投放的意志显像 这个战绩把当时的宁缺看得五体投地 但事后夫子却表示 我今日赢的不过是浩天意志的一些显像 并不是浩天本身 如果这就是浩天 你小师叔当年怎么会死 说完呢直接用茶水模拟出一条黄金巨龙来 直接把宁缺看傻了 经过夫子的讲解 宁缺知道夫子说的是对的 黄金巨龙和光明神将 足以秒杀人间绝大多数修行者 但如果是跑得最快的大师兄 或者是那名金刚不坏的蒋金首作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战胜对方 至少不会败得太快 那问题来了 人间除了夫子 还有几个人能斩灭荒原之上的黄金巨龙呢 大概也只有这四个人 第一个小师叔柯浩然 柯浩然是夫子的师弟 全书中的天资第一人 因为擅长打架 因此被很多人叫做柯疯子 柯浩然16岁自创浩然剑 以一把青钢剑打遍天下无敌手 被连生32称作是一剑通万法 曾单剑灭魔宗 而后在书院解草炉而居 等到再次出山时 柯浩然没有掩盖自己入魔的事实 随着盗门告知天下柯浩然入魔 小师叔得知后 独闯西陵神殿 被众多武镜之上的高手包围 境界却不断突破 不但杀光了所有围攻者 还击败了西陵长教 就连只手冠冠主陈某都败在他的剑下 此时的小师叔 无疑是人间除了夫子之外最强的存在 柯浩然按照描述上看 猜测此时极有可能已经达到了书院超凡境 后来进入清净境界的冠主曾表示过 修行尽头是大道 只有夫子和柯浩然达到了 说明柯浩然的境界应该比清净境界的冠主还要高 柳白战天时 浩天也曾对柯浩然有过疯子的评价 可见柯浩然当初给神国的浩天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最重要的一点是 夫子在屠龙后对宁缺说过 如果这就是天 你小师叔当年怎么会死 可见连夫子都认为 黄金巨龙拿柯浩然没有任何办法 江夜中有几个人能够屠杀黄金巨龙与黄金神将 第二个 佛陀 佛陀是江夜全书中唯一明确达到第七境的人 虽然不见得能强过柯浩然 但在境界上猜测是同一水平 小说原文 旁白还有天老大 夫子老二 佛祖老三的评价 佛陀是数千年前的大修行者 他遇见了浩天有下界的一天 所以留下佛祖棋盘想要请浩天入局 佛陀吸收玄空寺数百万奴奴的信仰之力 使其在一方小世界内拥有无敌的能力 曾让降落人间进入棋盘世界的浩天 差点失去神性 成为平凡人 后来浩天从棋盘世界中脱困 也仅仅是将棋盘丢入地心岩浆之中 可见即便是以浩天之能 对待棋盘世界内的佛陀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人间的浩天一定强于黄金神龙 因此 佛祖屠龙的难度应该也不会太大 第三个 冠主陈某 冠主是知首冠千年来致强者 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破五境 不仅佛道魔三家接通 后来更是入了传说中的清静境界 小说原文这样说 和别的五境之上相比 清静境界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可以做到与世隔绝 因为人间的天地元气 对它很难造成伤害 而黄金巨龙又是浩天的意志所化 所发出的攻击都是浩天神灰 这些能量对其他修行者来说 也许是致命的 但对清静境界的冠主恐怕很难造成较大伤害 更何况后来冠主手持七卷天书 已经掌握了部分规则之力 所以清静境界之后的冠主 想要击败黄金巨龙 应该也不会太费力 即便是从南海归来时期的冠主 对上黄金巨龙 估计也不会轻易落败 江夜中有几个人能够屠杀黄金巨龙与黄金神将 第四个 剑圣柳白 柳白是江夜世界中最特殊之人 明明在境界上只有知命巅峰 但其手中之剑却能斩杀其他六境之人 柳白的实力大成是在桃山光明记时期 此时柳白与人间之剑合二为一 已是毫无疑问的人间第一 柳白手中的人间之剑无坚不摧 可以突破浩天的一尺之内 破掉浩天引以为傲的空间法则 最终还用手指碰到浩天的额头 浩天虽然最后击杀了柳白 但也确实花了不少力气 甚至脸色都变白了几分 此战原文旁白说 柳白是历史以来距离浩天最近的人 可见柳白确实是浩天在人间 遇到第一个强大的修行者 此战柳白的瞬间战力拉满 相信柳白用此剑斩杀荒原的黄金巨龙问题不大 除了以上四人可以确定能够斩杀黄金巨龙外 还有四人面对黄金巨龙也许可以保证不败 其一是后期天下第二的李漫漫 李漫漫拥有的无惧神通 是将冶世界中的第一速度 李漫漫如果想跑 恐怕黄金巨龙拿他未必有什么好办法 另外李漫漫也掌握了诸多很有攻击性的技能 比如大和剑翼 浩然剑 天下西神职等等 这些能力对巨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些许麻烦 第二位子 玄空四蒋经首作 蒋经首作境界是武境之上的金刚不坏 即便是面对浩天 最多也只能被其踩入大地 身体上受到的伤害极小 所以如果是蒋经首作面对黄金巨龙 蒋经首作大概率是可以用身体 硬生生的去扛住巨龙的攻击 不过明显只有挨打的份儿啊 另外两人则是九徒和屠夫 九徒也拥有无惧神通 黄金巨龙想要杀他 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做到 而屠夫不仅肉身极其强悍 同时他的刀也拥有不足的攻击力 是世间实力最接近不朽的人